300克面粉中加一勺盐,用150毫升的温水和面 如果一次揉不光滑就醒上5分钟再揉,直到揉光滑了为止 面板上涂点油,把面团放到面板上按压一下 擀成厚度为1厘米的饼 上面再涂点使用油防粘 然后用刀切成1厘米宽的长条 找一个大小合适的盘子,上面刷点油 把切好的面条摆好 上面涂了油也不会粘在一起 盖上保鲜膜,放到冰箱中冷藏一夜 明天一早就可以直接拿出来做了 把面条拿出来,放到面板上 先用手给它按扁 然后拽住两头,边撑边拍打 醒了一宿的面,延展性非常好 可以真的又细又薄又长,也不容易断 像这样就可以了 几分钟就撑了一大锅 吃不完的面可以放回冰箱中冷藏 两三天都不会坏 这样做的面条爽滑筋道 比手擀面还要好吃 关键是省时省力 出锅加上西红柿炒鸡蛋 真的是营养又美味 给你带上西红柿炒鸡蛋